郑州的一场大雪也是让我们感到了久违的深润 气象部门也发布了道路结冰预警和寒潮预警 虽然说大家玩的是不亦乐乎 但是北三环丰庆路至原田路生态廊道上 这一段结冰的路面对于出行来说还是很危险的 这条结冰的路面北侧还有一条清理干净的非机动车道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驾驶员选择从冰面冒险通行 这点是刻画的 你看这门过的都 慢一点 现在我们就想办法联系一下这条路的管理单位看看能否做一些防护的措施 这是津水区绿化管理所 你说的是那个在朗道里边吗 对对对 路南路北啊 在这个这个路南 我先问一下 先问一下看看咋弄好吧 行好了好了 好好好 昨天不是下了一天雪吗 到晚上的时候它这个漏断有点凉 就是地面它容易 每年都是容易结冰 但是我们会就是经常都会偷鸡去清扫 但是今天早上来它可能已经结上冰了 所以我们这块经常因为是不用那个工艺用盐的 但是它已经结冰了 结冰了没办法 我们这回还得用这个东西啊 这个会少用 尽量少用一点工艺用盐 咱是进口 因为用的是进口的工艺用盐 它不会对那个地背之物造成伤害 所以说后期下午很快的我会给它清理 我们会放置那个警戒线 然后等路面彻底清理干净之后 再放开这个咱们群众的正常通行 遇到这样结冰的路面呀 咱们驾驶员和行人也要多留心 千万别硬走 也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小汇家路上记者报道